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八月初访台 但至今仍然鱼颇荡漾 不止台海紧张情势升温 美中关系也荡到谷底 这让外界担忧 11月的拜席会恐怕会申变 不过对此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拜席会的安排工作持续进行 而针对被切断的八项美中合作及会议 白宫发言人尚皮也指出 重启对话沟通不只是为了美国利益 这是负责任大国应该做的事 同时为了安抚中国 尚皮也重申美国对台政策 依然保持一致 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过近期中国频繁 以民用无人机侵扰金马防区 我国总统蔡英文宣布 将以实弹射击驱离 科比表示台湾领导人表达的忧虑合乎情理 另外由于印太地区当前紧张局势急剧升高 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佐恩表示 德国将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派遣更多军舰并与盟友演习 同时密切关注庞大的中国武装部队集结 并强调虽然不挑衅任何人 但是会与盟友一起释出团结的讯后 也就是支持航行自由 以及维护国际规范 欢迎新闻孙玉林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